台湾65歲以上失智人口 根據衛福部調查 已經突破35萬人 盛行率接近8% 一試點出有四大雙腦食物 務必要少吃 才能延緩失智 惡化速度 包含紅肉和相關加工製品 奶油和人造奶油 油炸物以及甜點 慢性的睡眠障礙 長期的壓力 代謝症候群 高血壓 高血糖 高血脂 都是可能導致容易失智 的一些惡化因素 像預防失智 營養師建議 多吃地瓜葉 空心菜 花椰菜等 綠色蔬菜 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 其他像南瓜 地瓜 玉米 營養豐富 或是藍莓 草莓 桑盛等 抗氧化 抗發炎能力強的水果 以及白帶魚 青魚 秋刀魚 富含Omega 3脂肪酸 都能有助減緩發炎 增加記憶力 食魚捕腦變聰明 但有三種魚反而吃不得 鮭魚 青魚 秋刀魚 其實都還滿好的 但是盡量不要選擇大型的魚 建議吃中小型的魚類是比較好的 像鮭魚 鯊魚 其餘 在海洋中較屬於食物鏈的上層 體內可能累積較多的 拱和其他重金屬 長期食用恐怕損害神經系統 反而提高食指風險 傷腦食物要少吃 平時也得避免長期高頻率 吃同一種魚 才能有效分散負擔 記者林鎮堅章 體育台報道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